老保局公布了最新老保老年年金 勤领的统计 发现全台湾又增加了一名 可以一个月领超过五万元的退休人士 目前全台湾只有两个人 每个月可以领超过五万元的老保年金 一般每个月 每人平均月领才只有一万八千八百二十四元 差距真的是蛮大的 因此就让民众好奇 他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现在就有专家分析 是因为投保年资比较长 还有延后领取 以及投保金资额度 拉高到最高等值等条件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了 因为老保的财务状况 相关政策在未来都可能会再度调整 退休后 勤领的老保老年年金 成为生活费用来源之一 根据劳工保险局最新统计 目前老保老年年金 平均每人月领是一万八千八百二十四元 但有三千九百六十二人 每个月可以领到四万多元 另外又新增一名退休劳工 月领超过五万元 截至目前为止 全台只有两个人 每月领超过五万元的 饶宝老年年金引起众人羡慕 为什么可以领超过五万元呢 除了投保薪资要调到最高级距 年资也要够长 他们分别达到六十年和五十年 而且到了可以领钱时使用展延 最多可以延后五年 将月领金额可加计百分之二十 每月大约可领四万九千一百九十六元 加上受贵劳保年金设有 随着物价调整机制而调动 因此让他们现在可以月领超过五万元 不过专家也提醒 因为劳保财务状况的问题 相关顺色或计算方式都可能做调整 向多令退休金的民众可要密切注意 这杨宗燕王秋明台北报道 出厂满五年的机车 在每一年都要接受排气检验 那么一次费用是八十元 会由环境部支应给检验的机车行 每辆机车每一年补助一次 但是出厌不够的话 到了负检时就要由民众来自行支付了 不过现在考量到人力跟原物料成本增加 让环境部预告从四月份开始 机车排气定检的费用要调涨到一百元 好 那么至于汽车定检费用的部分 现行每辆车每次是一百元 在未来将会是实际的执行情况 还有空污减量效益等等 来进行滚动式的检讨 出厂满五年以上的机车 每年都得进行一次的排放空污定期检验 目前定检费用八十元 由环境部支应给检验的机车行 每辆机车一年享有一次补助 但要是出检不过 副业的时候就得由车主自行支付 环境部日前预告考量人力 原物料等成本增加 从四月一号开始 机车定检的费用将从八十元 调升到一百元 政府每年将多编列一点五亿元来支应 这台车如果验了十次都没有过 只有验第一次可以拿到八十块 第二次第三次的话 假设他没有维修 也没有提供复验单的话 那车行有两种处理方式 一种就是帮男后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收费 要不然就是拒绝检验 以这家机车行为例 老板表示 根据三月的系统资料显示 需要复验的机车占比并不高 根据环境部统计 近五年来 每年约有七百五十万辆机车盗检 去年盗检数更高达七百八十六万辆 盗检率近八成 创下五年来新高 至于汽车定检则由空屋基金补助 每辆每次一百元 出厂满五年以上 每年至少得检验一次 满十年以上检验两次 目前每年约有两百万辆盗检 去年七月以后 我们接手之后 每辆车就是一百块 都在这一个方位 就在断期 不会再做调整 往后再来很考虑 环境部强调 汽车定检费用 未来将是实际执行情形 跟空屋减量效益等 来进行滚动检讨 但机车定检费用 动涨27年 如今要变贵20元 但只要车辆出检通过 车主就不会受到影响 记者最后报道 全台湾第一场宝可梦活动 今天在台南热闹登场 而这次活动范围 跨越九大行政区 号称规模是最大的一次 不但会有30条抓宝路线 甚至有机会捕捉到 坐骑小羊 还有爆炸头水牛等等 23只稀有的宝可梦 在指定的地点 还有皮卡丘遮阳帽 让民众领取 也吸引大批玩家 都到台南来抓宝 拿到皮卡丘遮阳帽 民众二话不说 立刻戴起来拍完照 开始抓宝 看到坐骑小羊 玩家们赶紧先喂食他 再丢出宝贝球 成功抓到稀有的宝可梦 民众好开心 因为坐骑小羊 是首次在台湾出现 另外还有爆炸头水牛 戴着收敛帽的衣布 就是有衣布戴帽子的衣布的任务 台南的每个地区都有 是今天新的坐骑跟火爆 特殊就是它有台南的 安平古堡的背景 荧幕上背景显示安平古堡 玩家觉得很特别 全台首场宝可梦活动 9号10号在台南登场 这次横跨了9个行政区 从安平周西区到盐水旗鼓 总共有30条路线 玩家们可以玩遍各大景点 台北 它是为了抓宝可梦这个台南 它打算来玩几天 三天两夜 我从澎湖来的 就为了抓宝可梦吗 顺便旅游一下 看花灯这样 那等一下会租车 然后开始跑点 宝可梦出现在哪里 玩家们就要往哪里走 短短两天的时间 要抓好抓满 只不错过这场难得的抓宝信念 记者在台南的采访不到 台湾攀树国际锦标赛 周末这两天在台中盛大登场 也吸引日本美国等九国 总共是50多位好手 都要来进行树上争霸 此外还开放民众前来报名体验参加 就连副市长黄国荣也亲自体验爬树 玩得不亦乐乎 靠着绳索和手臂力量 参赛者卖力的往上攀爬 除了比速度之外 还要在树上进行各项考验 成功了解救受困在树上的民众 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攀树锦标赛 吸引了各国共50多位的好手参与挑战 其中还包括了这一位 全国第一位的女攀树师 每次的困难点就是看她受伤的情境 那上去之后她其实 因为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效的奋配 现场除了紧张刺激的比赛之外 也开放让民众报名体验 就是想爬爬看 会觉得害怕吗 没有 会不会紧张 我们是小盒子 民众难得可以穿梭在树木间 享受被树包围的感觉 从树上的角度看出去的风景 也有不同感受 就连副市长黄国荣也亲自下场体验 在树下比起来这边 多种树 就会减轻地打下面 虽然台中市没有禁止民众爬树 踩柔心圈倒 但是树木若没有事前 经过强度腐朽等测验 很容易断裂发生危险 不建议民众随便尝试 谢谢蒋家明 台中报道